所以我就過來陪他了 剛剛他爸媽又出門了 然後他就一直我在房間化妝 然後他一直拿玩具來房間找我 他現在很無聊 我就出來陪他了 哈囉大家早安 然後想說換換地方直播 換換心情 他哭 沒陪志龍 志龍有啊我很常陪他 他在房間 剛剛有那個快遞送快遞過來 然後Haku就一直衝出去找快遞 然後叫不回來 超可愛的 快遞一臉很困擾 可是又覺得他很可愛的樣子 謝謝Hulling的緣分相遇 大家晚安 謝謝YC的緣分相遇 Haku你睡著啦 有沒有可愛睡著 睡著了 好可愛 他真的很像一隻小狼 不覺得嗎 很像狼耶 謝謝波威的你最閃 你們快幫我截個圖 他難得那麼乖可以跟我同框 好可愛喔 幫我截個圖 他難得真的那麼乖跟我同框耶 這角度很好耶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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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龍 昨天是切換B賣謀還是自願 昨天那個大頭貼嗎 那是自願的啦 大頭貼 欸我真的很愛玩大頭貼 昨天我是去那個信義區嗎 對 昨天的線都玩大頭貼 剛好朋友要出門了 出國了 所以就去拍了大頭貼 那那個偏向比較那種韓式嗎 就是不用畫畫的那種大頭貼 韓式 那日式要畫畫那種 跟韓式我都蠻喜歡 Good morning 我真的很愛拍大頭貼 我是那種 每次出門都可以拍一次的那種 喜歡 對是Haku Haku睡著 小可愛 遠走高飛 午安 大家午安 性格老師有給你什麼請法嗎 你說性感老師嗎 他很會教我怎麼做性感的pose 對 我的性感老師 善善 誒 志龍走出來了 走去別的房間了 我的性感老師就是 平常會教我表演的時候 怎麼樣的眼神比較性感 謝謝阿虹 我們來放個音樂好了 我平常真的很少在客廳直播 因為我想說這樣子會 我其實直播的時候不太習慣有別人在旁邊 覺得好像有點尷尬 因為一直對著鏡頭自言自語 所以我其實如果有別人在旁邊直播會有點為尷尬 所以平常很少在客廳直播 所以平常很少在客廳直播 那先謝謝兩位老師 真的進步聲訴 謝謝HK的新禮物 切換不是很 可是我覺得切換是因為就是 之前也是 就是做娛樂產業嘛 就是怎麼說 比較了解知道我們在幹嘛啦 就是因為平常如果是 譬如說別人在我旁邊 我就會有點尷尬 可是切換是已經很 就是因為跟我們都很熟 就是很 知道直播這個東西在幹嘛 然後所以就比較還好 不會那麼尷尬 謝謝 謝謝 博承的凱蒂生 101 謝謝 謝謝浩毅的緣分相遇 現在這手機撒上也很尷尬 欸我真的沒有辦法 譬如說什麼 家人的話可能可以 可是在朋友旁邊直播就不行 除非是TP的成員 就是如果是 一般沒有在直播的人 然後如果我在他旁邊直播會覺得很尷尬 好可愛 謝謝歐比王的新禮物 讓他睡得那麼可愛 你們看他睡得咪咪一眼 好可愛喔 是不是很像一個小狼 睡很熟 好可愛 我沒有另一隻手機可以拍現在這個畫面 找一下截圖 我有截到圖嗎 開啟相簿 開啟相簿 相冊全線後 所以我沒有辦法截圖 你們幫我截個圖 然後等一下傳給我 我好像沒開相簿的全線 所以沒辦法截 我等一下截給他的爸媽看 你截了嗎 你截了嗎 你們等下傳給我 而且他好可愛喔 可能沒開相簿唇線 就沒有辦法截 感謝各位 睡得好可愛 他耳朵很大 從他小時候開始我就覺得他耳朵很大 濃浪融化 結好結滿 我沒結蛋黃結了 難得不叫 對啊他今天很乖 很安靜的在睡覺 而且我跟你們說昨天就是去逛GAP 就是那個衣服店 然後 醒來了 然後因為我想買一件 短褲這樣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 歐美品牌的 銅裝其實都做得蠻好看的 然後也蠻大件的 然後我昨天就去逛了GAP的銅裝 然後我在那層的時候 都是爸媽那種 帶兩三歲的小朋友去逛 銅裝那層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走去 銅裝那層 然後就被店員用了一個 奇怪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我想說 欸我不能買銅裝是不是 我就被用了一個 你怎麼會在這一層的眼光 我默默感受到一個眼光 想說欸你怎麼會在這一層 我想說小資的女生也是可以買銅裝的好嗎 欸我真的很常買銅裝欸 現在很多什麼ZARA H&M啊 就是一些歐美品牌的銅裝 其實都很好看欸 然後有一些日牌的銅裝其實也很好看 我都會去買銅裝 他可能只是覺得怎麼有這麼可愛的人在這邊 沒看過這麼可愛的小孩 但認真覺得GAP的銅裝比成人好 陳詩人陳詩雅也有買GAP的銅裝 我之前就是欸你要下去啦Haku 我之前就是看他們買了GAP的銅裝 我就去逛逛覺得欸好像蠻好看的 我是被他們兩個推坑的 我老婆之前也常買銅裝啦 對啊小資女生其實很適合 我真的很推薦像我一樣瘦小的女生 如果找不到衣服 就是都太大件的話 我真的可以吃那種 連鎖歐美品牌的銅裝布 其實都蠻好看的 ZARA的女裝比男裝好看 電影員想說是媽媽來買還是小孩自己 對我覺得他一定是想說 你是有生小孩了嗎 就是因為看起來很小嘛 我看起來其實就是 年紀很小高十幾歲這樣 二十除之類的 他一定想說會來購同裝 你是自己要買嗎 還是你已經是媽媽了 的眼神 會買net嗎會 對 因為其實很多銅裝根本看不出是銅裝阿 我覺得 所以只要能穿得下 搭配的OK 其實我都覺得蠻可以買的 沒有說一定很不想買銅裝 因為銅裝有時候找到 版型好看的 其實也會 跟大人穿起來一樣 這位太太你好可愛 而且我昨天去的真的都是那兩歲 三歲 真的很小的小朋友在那邊 然後只要我一個人在那邊逛同裝 我自己覺得 是有點害羞阿 但為了想要逛街還是 還是逛了 哈哈哈哈 為何今天穿長袖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最近比較涼了 然後我就很喜歡穿這種 寶長袖 寬鬆寶長袖 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你們知道 有時候去餐廳或是 車上什麼都很冷 就是因為最近天氣比較涼 然後 車上餐廳又開冷氣 我真的最近去那種 有時候去餐廳 都覺得餐廳好冷喔 就是有時候忘記戴外套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冷 所以我最近很常 直接穿這種 寶長袖出門 覺得很舒服 而且我覺得在冷氣房裡 穿長袖很舒服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雖然聽起來有點浪費電 很奢侈 但是我覺得在冷氣房 穿長袖很舒服 最近天氣晚上也比較 對啊 最近真的秋天了 我很開心 我最喜歡的天氣 終於到來 可以 這就是我之前說的 我秋天新買的衣服 終於可以穿了 這件很可愛耶 它這邊 紫色的紫 就跟很用 就跟很冷 用棉被包裹自己用 對 這是奢侈的想像 這件好 而且我喜歡這種 有點微寬鬆的版型 我發現我 因為很瘦小 然後我就也是 嘗試了各種不同的衣服 想說 看自己到底適合什麼風格 然後我發現 很瘦小的人 好像不太適合太緊 或是貼身的衣服 會顯得更小隻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是喜歡 有點微寬鬆啦 其實微寬鬆 有點男孩感 看起來比較可愛 因為我已經很小隻了嘛 如果在穿那種 像我常常看 是有姊姊穿一些 貼身的長裙 或是 短板貼身的衣服 覺得很辣 看可能我就 比較適合這個風格 太瘦小了 如果在穿很 很緊身的衣服 就會顯得更小隻 可以請你展示一下 這件可愛的衣服嗎 這樣子 而且我剛剛穿到 我昨天買的短褲 想說 到之後 亮午或是運動的話 也可以穿 一個綿短褲 這樣 我剛剛是不是要放音樂 講話講到忘記了 你們想聽什麼 謝謝蒼蒼的新禮物 你們想聽什麼 聽AKV 來聽AKV我喜歡的歌 AKV48 衣服看起來 符啊符啊的 好可愛 謝謝 我真的覺得 女生冬天很適合穿寬寬鬆鬆的衣服 就是 寬鬆感很可愛 莉子表示很羨慕 之前莉子就常說 我也很想穿那種 one piece 就是有點大大件 男友T-shirt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因為太高了你知道嗎 很難找到 就是可以蓋住 腿的那一種寬鬆的大大件的衣服 就是他說他很常買大件了 但是穿起來還是沒有像是我 只有小隻的女生 穿起來的那種寬鬆感 他覺得很困擾 謝謝光泰的具有包包 今天的衣服顯得你皮膚很白 真的嗎 是不是因為這個粉啊 很亮 我來看看要清什麼 不是一直都很愛 清我喜歡的膏 centimental 我說不要按 你可以蓋腿就能把你整個人裝進去了 會有保護日 謝謝DRAKON的真情道白 謝謝鋼鐵和粉的欺負好運牌 客廳的直播的時候的光好像蠻好的 而且後面綠色沙發 還是因為後面的綠色沙發很顯氣色 所以顯得我的皮膚今天很白 是嗎 你們有聽過這首嗎 先親 MENTAL MENTAL TORE IN 這是我唱甚麼睡覺 你們是 MENTAL TORE IN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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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 我蠻喜歡這首歌 而且你的制服很好看 黃配藍 黃色格子 喜歡聽你們唱的 那你可以多吃聽 我們的新男子 謝謝秦瑞的夢翰泡泡 其實我一直也蠻想要 就是 也蠻想要那種 單純嘗試這種風格的歌嗎 因為我們目前好像還沒有這種風格 比較唯美 有啦 夕陽 可是夕陽比較 不是那麼跳舞的歌 這種歌 那個啊 唯美 氣質 就是以往通常是比較元氣可愛的 的跳舞的歌 除了夕陽 夕陽也算唯美的歌 但是比較不是有 那麼多舞蹈動作 這種算什麼啊 好看 氣質 漂亮系的 是嗎 漂亮系 比較不是可愛的風格 比較偏 成熟 漂亮 美 四六風格 對 這是比較唯美的那種 也蠻想試試看 對 這種就是對於動感跟唯美 我覺得都沒有到動感 偏美 美系吧 漂亮的那種 美型 謝謝李珍的 妝型玫瑰 謝謝博承的 你最閃亮 這首光聽曲會覺得是四六 喔對 當初這首出來的時候 好像蠻多人說 有點像那個風格 感到風 我也蠻喜歡四六的歌 他們的風格我也蠻喜歡 就是偏氣質 偶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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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實用詞了 偶雅 這首歌叫什麼 這首是 Dentimental Train 很大的話說真的蠻小的 四六的話我有一首很喜歡的歌 還有 Hadashi 那個 飛鳥 的那個 三層的那一首 我超喜歡 Hadashi 裸 裸 Hadashi Desama 然後還有一首是 好像是很久以前 Under Girls的歌 十三日子 新幼 這首我也超喜歡 然後之前的指板有一首也蠻喜歡的 Keyakizaka 契機我也蠻喜歡 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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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客廳陪Haku直播 她剛剛在這邊睡很可愛 她好可愛 我請大家幫我截出可愛的照片 好熱情 現在Haku很可愛 13號星期五也很好聽 我沒有聽過 也是四六的歌嗎 Haku Haku 謝謝紅包 不客氣 欸我發現我很久沒有跟著搶紅包了 我沒有說是不是很久以前設定過我自己可以搶紅包 然後我發現我很久沒有搶紅包了 謝謝LOOSE的緣分相遇 我想說真的 十三號星期五的話 就可以來放一下那首歌 那首歌叫十三號星期五 是不是 查查看 不知道有沒有 十三號星期五 但是我以前發現很多 48或是46的歌 在YouTube上很難找到完整版 對 對吧 就是 很多歌會找不到完整版的 就只有短版 對 一般版 但後來 AKV有放了很多 前陣子就是放了很多以前的 完整版MV 還沒上YouTube嗎 就是一次放出來 都要過很久才會放完整 謝謝SUU的慶典會員票 日本以前都不放其他地方的版權 最近才都放 早期都放完整版 早期都沒放完整版 最近那次上一堆 對 因為我就記得以前我 不是很喜歡那首 快速動體勢力嗎 然後我在YouTube上 一直找不到那首歌 給我完整版 然後前陣子 他們終於放上去了 就第一次看完整版MV 因為他們以前 完全完整版MV 是只收錄在CD裡面 就是你買CD才看得到嗎 對 但是後來 後來就全放上來了 誰 誰 哈哥 都是MV SHOT 嗨子啦 以前要分家買氣的做法 但現在不合十 他們後來都放了 不知道什麼契機 突然放上來 謝謝一山駿的順點紅毯 謝謝一山駿 結果找不到那首歌 13號 我找不到那首歌 因為這是點月綠的時代 進到好像16週年就把CW取唇放YT 所以現在是全部都看得到的意思 對嗎? 現在想看什麼歌的MV都看得到 謝謝博承的祈福好運牌 你的表情有點難知有嗎? 看螢幕的時候 謝謝Tapanda的新禮物 謝謝浩子 你56會很忙嗎? 56要看一下形式臉 每個13號星期五我一定都會接一次 56會很忙嗎?套花 你們是在套 謝謝Dragon的祈福日首 求給方向 什麼方向什麼方向 你說星期六的活動是嗎? 星期六的活動 我們星期六是在高雄 AKB48 TeamTP會有一個活動 什麼冰線祭 官方有那個 你們應該有看到那個吧? 高雄古山冰線祭的一個活動 那大家詳細的資訊都可以在看我們的Facebook 大家到時候可以去高雄嗎? 找我們喔 去順便採面面登牆 想問會不會去高雄長文 嚇到 你們晚點可以看官方Facebook公告 沒錯 晚點應該就看得到了 高雄長文 高雄這次真的厲害 我漢堡去哪 它就是吃慶功宴的樣子 我去房間好 夾跟著我 我們來找龍龍 智龍 智龍不在房間欸 智龍在 智龍在房間 起飛 智龍在 你們有發現我房間的擺設不太一樣嗎? 你們有發現我房間的擺設嗎? 那個我的拍立的牆拆掉了 因為切換掛了他的新的那個海報嗎? 所以我們就把這邊弄掉 變兩張花樣年華的海報 我今天可以霸佔切換的桌子 因為他不在 可以用電腦了 好久沒坐這個位置 對啊我覺得這個位置直播的光好像比較好欸 是不是比我那個位置好 聽一點音樂好了 把品牌還還給我 好 登登 墨產很明顯 今天晚上還有一個飯廚 所以化了比較漂亮的妝 嘿嘿嘿 哈克在打仗嗎? 哈克應該是 在玩皮吧 好 謝謝SKN KHK的新禮物 晚上吃啥 晚上吃 豬酒屋 我很愛吃豬酒屋 我最愛吃豬酒屋的那個 明太子烤羊魚超好吃 超喜歡 最喜歡的豬酒屋料理 謝謝柏維的你最閃亮 今天每三小時 我好難過 現在畫成 對啊現在的專畫 成到晚上 你們有沒有覺得最近我的眼線 真的畫法不一樣 因為我一直在練習那個上揚眼線 可是一直畫 覺得沒有畫得很上揚 畫得很好 最近一直在練習改變我的眼線畫法 你們覺得有不一樣嗎 我是有變得比較往上一點 這樣 是看肉眼看得出來的不一樣嗎 還是你們根本看不出來 有啊差很多 真的嗎? 所以是看得出來了 問了就是有 你們很會回答喔 你們現在已經很懂女生了 知道要怎麼回答了 有看得出來 感覺眼睛更迷 應該是說我以前畫得比較自然一點嗎 就是比較順順細細的那種 但是我最近眼尾比較勾 然後比較粗一點點 就是眼線感比較重 對 已經是老油條 不要為哪裡不一樣就好 我太菜了還要再研究你一下 沒關係你慢慢來益生菌 我們這種東西不求快 我們求個油 好喜歡皮 看看以前再看現在眼睛化妝技術真的變強很多 真的 我真的覺得化妝 是一門很厲害的東西 今天的妝服很好看 謝謝 我今天用了我很久沒有用的唇蜜 亮亮的那種 謝謝金佑的亮我 帶你飛 急不得我們求個人 噢噢 沒切換好像安靜也不錯 他比方太吵了是不是 墨蟬後面也擦比較深 對我今天墨蟬也擦比較深 因為我想說到晚上 他還會再掉一點 所以我就用深一點 但我今天還是沒有帶銀眼 我最近真的很想就配一副銀框眼鏡 就是那種比較偏 不是黑 就是亮一點的眼鏡 因為我之前那副是黑框嘛 就是你想配銀框或是那種 金 玫瑰金金或是銀色的框 應該是配銀框 我想說 一個 就是有一個黑的 然後有一個比較亮的 本來就好看 也只有千萬會攻擊你眼睛吧 透明框 阿貝斯那個牌子又到 對我之前是有去看 James 但我也蠻想去看看 All Days 想說都可以看看 我覺得我眼鏡 挑的款式也是不太好挑 因為臉 自己這樣講這概念嗎 臉很小 就是臉比較偏 因為整個人都小小隻嘛 就是頭的比例也比較小 臉的比例也是 所以沒有辦法帶太大的眼鏡框 就會變得很呆 所以要好好挑 但還好切換之前是賣眼鏡的 他很懂 所以可以跟他一起去挑 他可以給我最好的建議 之前的鏡框會不好找size嗎 就是挑了 之前那隻也挑了蠻久 對 剛好帶的可愛 我其實想配銀框 是因為之前看到有一個 就是你們知道有一個韓團嗎 就是蠻新的韓團 叫做New Jeans 然後我之前就看到分拍有一個女生 就是師傅 然後配了一個銀框眼鏡 就覺得好好看喔 然後就想說 欸 就是如果以後出門不戴銀眼 想戴眼鏡的話 也有不同的眼鏡框可以搭配 所以就想說我現在有一個黑色 那也蠻想要一個亮一點 就是出門的話也可以有別的選擇的鏡框這樣 粗框感覺會很可愛 所以就蠻想戴看看 不同的就是 不同風格的眼鏡 我以前呢是覺得那種眼鏡只要一副就夠了吧 就是眼鏡就是一個工具 就是拿來看清楚的一個工具而已啊 雖然就那時候看到 切放有十幾副眼鏡 就想說 嗯 眼鏡不就是一副就夠了嗎 但最近才意識到 欸 眼鏡其實也是一個搭配 就是 出門穿的衣服搭配的眼鏡也不一樣 最近才有比較感受到這件事 我以前真的是想說 眼鏡不就是一個工具拿來看東西而已嗎 結果 最近才比較有 體會到 喔喔喔喔喔 眼鏡也是可以買不同的樣式 是一個 飾品的概念 大倉庫的幾 十幾副好多 真的 我覺得不同的眼鏡 給人呈現出來的風格也不太一樣 就跟髮型一樣 髮型一變之後 會整個人差很多 我覺得眼鏡也是 眼鏡變那個氛圍氣質也不太一樣 就是 也是一個蠻 也算是飾品 飾品的概念 對 有些人的本體是眼鏡 切換啊 切換的本體是眼鏡 那因為我最近 是可以那種 以前我是很排斥戴眼鏡出門 就是 只要有出門什麼 我就是一定要戴隱形眼鏡的人 但是最近沒有那麼喜歡戴隱形眼 就覺得 隱形眼有時候戴很久很乾很不舒服 然後有時候沒有工作 只是跟朋友聚餐吃個飯什麼的 就想讓眼睛休息一下 所以 最近比較常是可以接受戴眼鏡出門 就是化妝 然後戴眼鏡不戴隱形眼這樣 出門 所以最近戴眼鏡的 接受度比較高 就是戴眼鏡出門接受度比較高 所以想配一個就是 也是可以戴出門眼鏡 就是換換口味的 的心情 那我以前眼鏡 我當中戴這支眼鏡的時候 一開始也都是只在家戴 甚至連在家都很少戴 因為其實我鏡是沒有很深 就是閃光比較深 所以其實我 不戴隱眼不戴眼鏡的話還是 正常走路都看得到東西 就是有時候出門也沒有戴眼鏡這樣 就是還是看得到 只是可能有一些字 要近一點才看得到 但是道路跟人都是 還是看得蠻清楚 就是不會走路撞到的那一種程度 對 所以我剛配這支眼鏡的時候 很超級少戴 度數是幾度 我應該是100跟150 就是我的影眼是戴150跟100 就是蠻 沒有那麼重的度數 那後來聽切晃說 其實有閃光 然後你都不戴眼鏡的話 其實對眼睛也不太好 我剛開始就是在家盡量也都會 幾乎都會戴著眼鏡 就是如果要看電視什麼 還是會戴著眼鏡 就是戴眼鏡不是為了看清楚 就是矯正視力嗎 就是讓它不要再變更深 所以我最近比較常戴眼鏡 就是一個最近對於眼鏡的需求 好像變大 其實好像說眼鏡也是一個坑 就跟女生買耳環一樣 只要你有耳洞了 你就會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眼鏡也濕 希望我不要掉入這個坑 我不想要配那麼多眼鏡 眼鏡一副也是蠻貴的 我目前的日望就是 再有一副銀框就好 對 只要會不會配了又一直 想要不同的樣式 然後就越配越多 不行 眼鏡的這個坑太大了 你的坑夠多了 但我最近對於耳環的坑沒有那麼大 我把它填起來了 所以我最近對於耳環的欲望沒有很大 我已經很久一陣子沒有買什麼耳環了 所以我最近走一個樸素簡單路線 所以我都帶這個銀色一刻出門而已 就沒有什麼帶漂亮耳環 呵呵呵 我最近比較是工作啊 就是那種握手換啊 或是工作私服的那種 比較會配到漂亮的耳環 不然平常出門 我很少就換耳環 你知道阿伯特有帶有翁隊嗎 有我知道 當然 走到路上就會看到那個立牌 我最近這次對於眼鏡的欲望比較大 耳環的話倒是還好 你真的覺得買東西都是一陣一陣的 就是你一陣子會很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一陣子又還好 不覺得嗎 不放歌了嗎 要 你們想聽啥嗎 聽AKB的頻道 放歌好 你們有看小櫻花那團嗎 Lesson Lafine 他們不是也要出新單純嗎 我覺得他們的MT 算Teaser嗎 前導片 很帥耶 是差時尚的那種 時尚錄像 有什麼鍵盤沒辦法打 買東西確實一陣一陣 但對你的喜歡是一直持續不變的事嗎 確定嗎 不要下次被我插水表插到 這是茶酒 這首我也喜歡 紫緣麗奶前輩的畢業單 這首MV很美耶 超多套他們的制服 超嚮往 他們制服都好美 而且好多喔 很壯觀 我覺得能做出的黑服真的很厲害 就是設計啊什麼真的很厲害 之前這首剛發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在中山站嗎 結論中山站很常聽到這首歌耶 就是那時候的廣播節目 很常聽到 所以我帶這首歌 我演蠻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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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我覺得也是 我心中很喜歡的那種很Idle的歌 就是我最喜歡那種很Idle的歌 就是像 Mai Iwake Maybe 我之前是說過 很喜歡Iwake Maybe 那種風格 就是 Idle的歌 就是 我就是Idle的那種感覺 比較風格的歌 這首歌對我來說也像是那樣子 就是我覺得很閃亮的歌嗎 就是有 有漂亮有可愛 會覺得閃亮 謝謝Heb的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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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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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因為我對於那種很可愛 比起很可愛 完全可愛的歌 我喜歡在那種 再有一點點漂亮的歌 對 就是我喜歡的風格 比起很可愛 好像更喜歡 再有一點漂亮的風格的歌 寂寞王寶罗的是八歌啦 Mayby满尾都可以先唱歌 PV可以翻新歌 食音场的歌我也很喜欢 PV可以翻新歌 謝謝志豪的莫舒鴻 謝謝BRAVA的表放沙霧 Hello寶寶 謝謝一生敬重的我的觀眾 我真的很愛王道的歌 喜歡的歌好歌 我覺得有N&B48的三本台前輩的畢業單位很喜歡 今天整個公眾春紅氛圍都很完美謝謝 謝謝月安的我的觀眾 這首好聽 我一直在看MV後面的制服 真的好多喔 我覺得好厲害喔 其實超級佩服 就是AKB 我一直在看MV後面的制服 他們的衣服 對著他們這個領域是超級佩服 就是好厲害喔 有MAKA設計出這麼多 然後都各種不同的風格啊 的衣服真的覺得很厲害 如果會你弄SP公演會不會都是王道的 應該不會吧 還是會有帥氣性感的歌啦 看看還有什麼我喜歡的歌 十一月的教練我也很喜歡 看看喔 Lovetree我也喜歡 我問個問題什麼是王道 就是怎麼說 我要怎麼解釋王道這個詞 就是很 就是譬如說聽到這首歌就會說 哇偶像的 就是看到這個人就會說 喔偶像的 我這樣解釋是不是很爛啊 就是標準偶像的歌 AKB的衣服都是某一間公司 對他們是有一間叫做Ozale的設計 跟做衣服的公司 Ozale Company 很正統的偶像 很正統的偶像 可以聽得懂嗎 正統偶像 靈神道 那首名字很長的那首歌 我也喜歡 我們來聽聽看吧 靈神 弄木 道 超長 歌名超長 這首也是我 蠻喜歡的 雖然有點走一場 2014年 2014年 這首應該大家蠻常在演唱會什麼聽到的 這首應該蠻常在演唱會唱吧 因為 應該大家會聽過的歌吧 旋靈 這個鑲鑲應該拿走掉 鑲鑲 那 雞の道 君の微笑を夢見る と言ってしまったら 僕達の関係は どう変わってしまうが 僕なりに 何 何 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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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えた上での ややき恥ずかし 結論のようなもの 超長 太長了吧 好 あの他本演唱配表演的時候 怎麼講這首歌 接下來要帶來 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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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姓 на 練ня 練シルボ 練... 剛才會講梧桐樹下 我覺得這首歌的名字有個縮寫的 謝謝中影的夢幻泡泡 不會講純明啊 純明是下午綜藝節目的歌 我第一次這麼認真看他們這首歌的制服 是黑色的 這首歌 有阿伯桑耶 阿伯桑 短髮的阿伯桑 我第一次這麼認真看他這首歌的制服 居然是黑色的嗎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不會覺得這首歌的制服是黑色 感覺是不到這種 紅色阿之類 紅格之類的 我覺得阿 他年輕的阿伯桑 這是總選的單 然後 通常會面臨學那 那 下次直播的企畫 AKB歷代MV制服建賞 欸他們不是有出制服建賞的那個書嗎 我們公司有放 然後我之前有去翻過 覺得很厲害耶 對有很多其實也我沒有看過的衣服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不是 那個 以前 在全大會的時候 也會有 做很多 厲害的什麼 剁牙菜的衣服之類的那種 對 其實很多衣服我都沒有看到 他覺得 欸居然可以做出這樣的衣服嗎 還有創意 真的蠻厲害的 公司竟然有 公司有 公司有 好像兩本是不是 本家的歷史 已經累積到 沒有影響 真的喔 本家的歷史已經是我 都 可能很多東西沒看過的那種 因為我 我其實 當初是在專選的時候 也不是因為是 粉絲或什麼 就是 那時候剛好看到一個MV 然後他們MV 他覺得蠻 欸好像蠻可愛可以試試看 所以也 也不算是很 資深的 AKB的粉絲這樣 對 我這個進來之後 才慢慢去了解 AKB410的團體 然後喜歡上這樣 所以 不算很資深 但是很多歷史 我也是 沒有看過 其實我覺得蠻厲害的 10幾年可以累積這麼多東西 就是 一個團體可以累積這麼多東西 厲害 X 一直被施壓嘴 真粉絲 不是粉絲 我說真的不是啊 也不想騙大家 不是因為粉絲進來 但我覺得還好 每個人都有 都是因為不同的原因進來嘛 然後 能夠進來 然後漸漸認識這個團體 然後喜歡這個團體 也是一件蠻不錯的事情 我真的是進來之後 才慢慢研究 然後 知道 喔原來48 Group 是怎麼樣子的團體啊 然後 有怎麼樣的 傳統 或是有 怎麼樣的 形式 這樣子 對 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 這樣子形式的 團體 對 關在門 欸咻 妳很IKB 真的嗎 我當初進來的時候 也不懂什麼叫做很IKB 就是一個 小妹妹 來徵選 然後很怕生 這樣子 進來的時候很害羞啊 我記得二審的時候 我第一次的面試審查 就是第一次要見到本人的審查 然後自我介紹什麼 我緊張到講不出話欸 就是 很少在台上講話 以前在學校就很少在台上講話 偏內向 真的是 面對五個評審坐在那 然後很嚴肅的氣盤 我真的是嚇到不敢講話 現在想起來 覺得很有趣 原來也經歷過這個時期 謝謝陰蟲貓的尊情告白 走走 下一首我喜歡的歌 Gimme5 你們喜歡Gimme5嗎 我超喜歡 來聽這首 我記得我那時候 原本 就是 那時候不是 TP 就是 說要創立TP的時候 那時候有辦了一個徵選 就是徵選TP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 台灣研究生是 就是 也是要審查的嘛 對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最終審查是要唱歌 就是 是要找伴奏版的音樂 然後唱歌這樣 哈囉 有辦直播 然後 學姐來了 對 上次那個學姐 哈哈 然後就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 最終審查的時候 原本要唱這首歌 因為網路上的那個 就是純伴奏版音樂 也不太好找嘛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就是 就是 我就是看 先看有什麼歌 然後去選我想唱的 然後原本要唱這首歌 邊唱邊跳 結果後來沒有 好像沒有唱這首 因為好像太喘了 我就放棄這首歌 哈哈 邊唱邊跳 不管 我後來是唱那個 Ubasawa Iwana 就是 無關 無關翅膀 對 就成唱歌 這首歌概念很棒 然後我必須先入口號 我蠻喜歡這首歌的 我蠻喜歡這首歌的 謝謝阿倫的 緣泛香玉 我喜歡這首歌 我之前有看過他們 好像那部 木尤記 前輩在 演唱會上 打這首歌的 打鼓嗎 很厲害 沒有打過鼓的人 還要 就是 為了演唱會練歌 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我覺得之後那個 我們TV的那個 Puzzles 就是TV樂團感覺可以試試看這首歌 感覺又蠻厲害的 其實一直期待TV樂團能表演一下 我覺得可以耶 我覺得可以耶 這首歌就很很樂團 感覺很適合Bang 這首歌也是蠻久的 2012年 十年前 十年前的歌 是真的學了樂團嗎 真的是真的學了樂器 是嗎 我之前有看過他們介紹 好像是真的有去學了那個樂器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覺得以前他們很多企劃都很有趣 你覺得嗎 就是各種猜拳呢 然後樂團啊 總選 我會覺得是各種企劃都很有趣 我會想試試看 以前才大氣質 因為他們以前那個團體的人也很多吧 所以就可以做很多很大型的企劃 彈電吉他三角形會有第四弯嗎 初情時的創意真的好 你還什麼都不用做我就 三角形來了 你終於來了 什麼都不用做就不用做 現在也可以出整齡器號 我公布了 大家你們快去看Facebook 終於 終於 可以跟大家宣傳了 就是呢 本週六 十月一號我 會去 會去那個高雄表演 大家可以去高雄找我們 沒錯 是高雄古山冰獻祭 在高雄 大家可以來找我們玩喔 是 是不是那個 請大家來找我們玩喔 是 是 發行 六單號的首次商演 對 是我啦 我的首次商演 發行六單號的首次商演 大家來看喔 大家可以 幫我們拍美妝 在高雄 好像是蠻遠的 高雄 連兩個禮拜都在南部 高雄這次真的會 大家可以來找我們 記得帶應援上香 跟毛巾 這種 你們應該很熟練了吧 對於商演 雖然一陣子沒有 沒有跑商演 看記得帶那個 之前那個 藍色的那個毛巾 有寫名字的那個 對 那個在台上看很清楚 大家也可以順便擦海 嘿嘿 記得帶應援物來找我們喔 我現在很開心 可以去高雄 飆演 我每次商演 你去不同的地方都很開心 很喜歡出門 很喜歡出門 走一下的下一首歌 剛剛想離我比較近 好開心 大家會來嗎 下一首我喜歡的歌 找找喔 有沒有要去搭一下肚子 我應該沒有吧 應該是沒有 禮拜六天 終於可以 要交一下肚子 要交一下肚子 大家了 他上週 那個 演唱會延期 沒有辦法見到我們 沒關係 這週 我們就 在高雄有 演出 大家可以來找我們喔 可以來找我 謝謝柏惟的掌聲鼓勵 柏惟到了 不知道會不會很熱 高雄 感覺應該會蠻熱的 大家要 小心不要重複 我一開始害怕我的 那個瀏海怎麼辦 要跳舞然後在高雄 現在這個天氣 我就會爆汗 我的瀏海又沒了 確定喔 確定喔 早上先進去 沒錯 確定喔 確定喔 品牌會出行 已經公告了 以前的有份下肚子 期待大家來找我們玩 請給我飯 能看到平常表演我才要沒有 大家來找我們喔 想去高雄可是要加班 謝謝卡木的奇葩好運朋友 好意的喔 eager 喜悅翻證 好們 이것 在 justamente 你 我在嚴重要不要騎車 騎車下高雄 還遠吧 騎車下高雄 希望以後有機會 拼拼來台南 有啊之前 之前有笑唱有去過台南 希望之後也有桑岩 可以有機會去台南 大家可以邀請我們喔 如果有台南的桑岩 來 謝謝鋼鐵韓粉的小槍鼠 畢竟我真的很愛去台南玩 超愛的 還好台中熊騎過 台中的高雄騎過 感覺很遠耶 認真嗎 加油 謝謝三角形的紅玫瑰 三角形會來嗎 我認真才覺得平衡今天好重 我好興奮 謝謝 我禮拜六也會很漂亮 會好好化妝 久迴的雙眼 謝謝翻角形的紅玫瑰 很想要不要從桃園搭高鐵 高鐵也是蠻很快對不對 高雄水有在 我們這周六在高雄會有 那個古生冰獻祭 在一個活動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地點 來找我們玩 我這一區你都不玩 無暖我搭你會來啊 我聽到無暖內啊 你買高鐵票 等你喔 等你 你們會不會主要我對女犯偏心 我沒有偏心啊 我沒有對女犯偏心 怎麼可能不怕 三角形會吧 對柏惟天心 對柏惟天心 一拜五夜吧 要期中了 思考要不要回家順便看吧 可以啊 叫天心 這世界本來就不公平 你的心本來就在古天 可能 偏心女犯偏倒 殲心女犯偏倒 這位置光線 對啊我也覺得這位置光線比較好 其實我還賣也要給我換位子啊 這間光線比較好耶 他平常又不用直播他坐在這角色 還是我現在就默默的把他的電腦移到旁邊 呵呵 她本來想說怎麼擺設都不一樣 完蛋在施工 大家聽得到我講話嗎 龍少在施工 你們聽得到嗎 我也是女犯 感覺剛剛在 喔 客廳光線是最好的 平安今天怎麼那麼漂亮 真的覺得我快 你每天都這樣講三角形 你真的是復活很多次欸 三角形 比起男粉絲我們也偏心女粉 直接把位置交換回來問你 就說本來就是這樣 去把她們的施工 看看還有什麼歌 其實我真的幫 機會的順序我也喜歡 我是喜歡裡面前前 蹲子前輩的那個髮型 我一直很想要在表演榜那個髮型 可是我現在頭髮不夠長 綁不起來 所以我現在努力的流長 就是這邊辮子然後整個是韓法的那一種 我覺得很有氣質 希望我之後流長之後 公演之類的機會吧 我高雄人是不用先住高雄人 不知道要玩什麼 高雄有什麼好吃的嗎 除了丹丹 不知道我們這次有辦法去吃丹丹 今天根本如神光給奇幻好浪 真的喔 這邊的光真的很漂亮耶 有陽光跟頭灑進來 我會幫你把這句話轉達給他的 下次直播看他會怎麼樣回覆大家 謝謝國城的夢和泡泡 他會一直搶法派嗎 真的假的 可是我發現蠻多人對於我有兩派說法耶 就是有的工作人員 就是說覺得我短髮比較好 然後有的人覺得說 欸短髮比較好 但是也蠻多人覺得我長髮比較好 好像都有 但我自己是都蠻喜歡的 就是可短可以短髮也太長 就是沒有特別排氣 差愛現在的短髮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不算短 也算中長髮了 我覺得現在不算短 在這個位置平衡看起來好漂亮 所以我以前呢 直播都做錯位置了是不是 這邊光比較好 我以前都做錯位置喔 謝謝Hack的夢和泡泡 對 我也是都喜歡 換到後來就是個人喜歡 那段 其實有點好 因為黑腸之嗎 我再努力流長喔 最近是長髮星星 那邊閃光 其實很怕大家太喜歡 所以不讓你聽聽 我說他躲著我的不閃光 是嗎 今天有純色很好看 我是用了兩個不同的口紅搭配 另外的好看 還是一邊轉一邊 你差點留一邊轉一邊長嗎 這樣子嗎 這樣兩個都可以滿足到 短短控也可以滿足到 然後長短控也可以 謝謝Jerkan送的狗狗抱抱 謝謝Jerkan 一邊短一邊長 三角形是不是又要震王了 一邊長一邊多 原本是偏激短髮拍 但發現平衡的完美已經不是髮型的印象了 你講的也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三角聲音 這真正我不知道要怎麼做反應 就是誇張到不知道要怎麼做反應 你應該欣然接受嗎 還是有點害羞 好多人來 岩角也是完美小溝 對 我對岩角比較溝 可以來個locking環境 太羞的接受了 欣然接受吧 一定是40毫 接受 謝謝三角形的稱讚 太羞的接受了 看不如瀑布 阿波瀑布 阿波瀑布 看說六張是不是還沒有看到上節目 好像還沒 你看之後就會慢慢的 可以嘟嘴讓我們看清楚這個唇色一下嗎 好看喔 是不是片嘟嘴啊 我突然發現是被嘟 是不是片嘟嘴 昨天有一堵上完全娛樂 他們昨天有去完全娛樂 但還沒播出吧 還沒播出 欣然被騙 怎麼弄趕快 那我今天的直播時間差不多了 先來念盤零啦 快點跟他 他來念盤零的終於 先來念個排名 今天是不是對笑笑太 我也覺得 要ban笑笑了嗎 笑笑這樣騙我 還能不ban他嗎 等一下對他太好了 真的有過這三角星不喜歡 星期六件 耶 星期六是 哈馬星古山冰線記 我先來念盤零 不錯 那我先來念盤零的喲 滿馬星期的愛 六位 四位 南天 五位 五位 箸 三位 Hank 第二志豪 第一Dragon 恭喜Dragon、志豪跟Hank 開始指定啦 謝謝 謝謝阿倫的小倉鼠 因為他是福利也不能對他太好 謝謝小倉鼠 開始指定啦 Dragon Dragon已經三次上榜了 謝謝Brack 謝謝小倉鼠 謝謝桑桑的小倉鼠 問個下次直播是禮拜一嗎 我看一下我的行事歷歐 我看一下我的行事歷歐 下次直播是很安音的 應該是吧 可以幫我拿開配嗎 看一下行事 吃行 那我看一下 電話沒有沒有電話啊 沒有聲音了嗎 卡住 嗨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有了嗎 我們回來了 咦剛剛沒有電話啊 為什麼沒聲音 可能網路卡住 哈哈 嘿嘿 現在可以注定囉 我回來了 Dragon 治 好 Dragon 治好 Dragon Dragon 你 嚴重 想說你的行事歷點 沒要切好 今天早上7點30才睡 所以為了平衡所要給他起床 謝謝 行聖令 行聖令看完了 下次直播是周一沒錯 對 應該Facebook也會 發我們下次的直播時間 大家可以再上去確認 沒意外的話我是禮拜一 直播沒錯 那禮拜一 下週一 是 下週一 下週應該是會在 晚上下午晚上播 應該不會是中午 指定品還可以跳Test Talk Talk Talk嗎 如果不行讓開 他這個怎麼樣 沒有學過我看一下 接著 我可以再加一堂 下午茶 會不會再加一堂 下午茶 還可以 下午茶 一堂 我沒有學過 看一下 如果太難的話 那就 只能可愛一點才好 看一下度格 好難喔 L-O-V-E 我可能現在沒有辦法這麼快做到 好 可愛三連拍好 好五連拍 這個 謝謝志豪 謝謝志豪 謝謝阿媛的導師 謝謝志豪 大叔放假結束要去工作 可能沒機會看影直播 希望你喊一聲韭菜加油 好 好特別 為什麼是韭菜 韭菜加油 謝謝 謝謝 很靠氣 謝謝韭 女僕咖啡廳那些魔法台詞品還會嗎 我是沒有聽過 但是我可以學學看 有什麼台詞呢 你說那個什麼 你說那個什麼把蛋包飯變得更好吃的那種 會講什麼啊 通常 可以舉個例子嗎 我可以照著念念念看 因為我沒有去過 不知道他們會加什麼 加什麼 沒有念 還沒念到我都卡 女僕 咖啡廳咒 我查女僕咖啡廳咒 咖啡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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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咖啡廳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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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所以我就是唸一串咒语 是嗎 是嗎 這是咒语嗎 這就是他們會唸的咒语 是嗎 咕嚕咕嚕 這樣食物就會變好吃了嗎 好有趣喔 我第一次唸這個 我也沒有聽過 好像也可以去去看 大型暈死現場 這樣食物就會變好吃了 希望剛剛那句話 可以幫大家的午餐變好吃 不然你要唸波波莉莉 波波莉莉娜貝貝魯多 也是可以 不會變好吃 但是會變貴 食鏡面的話是這樣 直接上鏡了 可以嗎 謝謝DRAKON指定 還是你要再一次沒錄到 不會 filtered 喜歡的話 煸回去 要上鏡好了 不要給我看到就好 我自己看的話可能會有點害受 謝謝HANK的夢魂泡泡 謝謝DRAKON的指定 你覺得可能還滿意嗎 品涵的首次咒語體驗 還有點生疏 不知道你還滿意嗎 都收緊什麼 滿意嗎 今天很融入女僕角色 午餐更好吃了 謝謝小品涵 不客氣 搭配時光生力量更強 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啦 謝謝大家 大家週六記得來高雄找我喔 掰掰 期待週六跟你們見面 掰掰 謝謝大家 週六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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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見 掰掰 掰掰